猎王记下第六章 先知门徒对以丽莎说 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 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 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 他说你们去吧 有义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 回答说我可以去 于是以丽莎与他们同去 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 有一人砍树的时候 虎头掉在水里 他就呼叫说 爱哉我主啊这虎子是戒的 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 他将那地方只给以丽莎看 以丽莎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 虎头就飘上来了 以丽莎说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亚兰王与以色列人争战 和他的臣仆沙裔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 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 说你要谨慎 不要从某处经过 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 以色列王猜人去窥探神人 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 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 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 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 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 你们不只给我吗 有一个臣仆说 我主我王 无人帮助他 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 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 告诉以色列王了 王说 你们去探他在哪里 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 有人告诉王说 他在多贪 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 夜间到了围困那城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 仆人对神人说 爱哉 我主啊 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人说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以利沙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祷告 耶和华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 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以利沙对他们说 这不是纳道 也不是纳尘 你们跟我去 我必领你们到 所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他们见了撒玛利亚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啊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 使他们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 他们就看见了 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 就问以利沙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回答说 不可击杀他们 就是你用刀 用弓炉来的 岂可击杀他们吗 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 使他们吃喝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 他们吃喝完了 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从此 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 此后 亚兰王便哈达 聚集他的全军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 撒玛利亚被围困 有饥荒 甚至一个驴头 只饮八十色克勒 二身鸽子粪 只饮五色克勒 一日 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 我主 我王啊 求你帮助 王说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 是从何场 是从九诈呢 王问妇人说 你有什么苦处 他回答说 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今日可以吃 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我们就煮了 我的儿子吃了 次日 我对他说 要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可以吃 他却将他的儿子 藏起来了 王听见 护人的话 就撕裂一糊 王在城上经过 百姓看见王贴身 穿着麻衣 王说 我今日若容杀法的儿子 以利沙的头 仍在他降上 愿神重重地降华于我 那时 以利沙正坐在家中 长老也与他同坐 王打花一个 侍候他的人去 他还没有到 以利沙对长老说 你们看 这凶手之子 打花人来掌我的头 你们看着死者来到 就关上门 用门将他推出去 在他后头 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 这说话的时候 死者来到 王也到了 说 这灾祸 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我何必 在仰望耶和华呢 我家用在你身材 上没有 胸的 我家用的 那种